来说了这个投篮机之后呢 其实我想请教一下冷星博士 这个投篮机和篮球有什么区别吗 篮球运动有很多种 比如说传统的这种正规篮球 我们在玩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需要场地啊 受天气影响啊 你总要约上一些好朋友啊 等等 包括有的时候容易受伤 不一定适合老年人和孩子 那么后来呢 就又有了这种街头这种花式篮球 大家可能不知道 街头花式篮球 解决了美国的治安问题 美国纽约的洛克公园里面 无数的无所事事的孩子 由于开始了这种花式篮球 街头篮球的这种运动 让自己的性格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那么再后来呢 篮球机的发明 我觉得特别棒 它实际上把我们整个篮球运动啊 开始向大众领域去普及了 那么玩篮球机呢 你不用换运动服 你不用受天气的影响 夫妻也可以 带着孩子也可以 带着老人还可以 所以它真的是一项喜闻乐见 大众喜爱的运动 我觉得为我们定神神组合呀 能够广泛地在全国推广这项运动 点赞 谢谢 那你们小两口 是一开始都一起练习 这个篮球机运动的吗 算起的话 我们俩是从大学开始的 因为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又是老乡 我们当时大学呢 是部队院校 管理是特别的严格 男女生呢 是不能经常在一块接触的 那也是聚会的一个这样的机会 我发现 我们有个女同学 玩这样一个篮球机玩得特别好 我那时候还不太会 然后我就想 我也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我也不能差 那我就上去咔咔试了一下 就发现被她直接拉开四百来分 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孩 特别酷 有个性 后来慢慢呢 也发现这个店里面 有这样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宣传 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们能不能一块搭蛋 去参加这个比赛呀 这个比赛第一名 拿了冠军之后 我们还可以拿两万块钱奖金呢 那时候作为一个学生来讲 两万块钱 诱惑力吸引力是特别大的 不是你等一会儿 我听怎么感觉 你是奔着这两万块钱 去搭蛋 目的不太纯呢 不是不是 当时约她一块比赛呢 其实只是找了一个这样的借口 通过这样的比赛 找一个这样的机会 能够多接触 练练球 还可以增加一下感情 然后这个也蛮不错的 这个借口还可以光明正大 然后也比较适合 当时特别内敛的我 看你表面上就说 诶 这位同学 我下面又有一个比赛 要不然一起参加一下啊 那其实你内心潜财词是 这位美女 我这有个恋爱 咱俩谈一下啊 所以立真 我特别想问你 当时她问你要一起参加比赛的时候 你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你看到了她舔台词了吗 其实当时我真的没瞧上 因为当时我能打600多分 她才200来分 我想着我就跟她说 等你先超过我的水平吧 到时候有机会再说 再去参加比赛 好酷啊 不是给她留了个机会吗 不是 你还不如就直接拒绝她 你知道吗 其实也没留机会给她 因为我觉得那根本就不可能 我就说随便找个理由 敷衍一下就算了 你600多分 她才200多分 你知道这跟高考一样 你怎么撵呢 对啊 你等着红年马月你撵不上啊 也没有红年马月 其实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已经把这个分数 已经赶超回来了 这个第一次 她在投的时候 超过你的那个分数了 你心里什么感觉 我当时被吓到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 能超过我 因为当时我打到600多分 花了几年的时间 我觉得她的毅力和那个坚持 把我感动了 后来就答应她说 好吧 就一起去参加比赛嘛 没想到的是那一次比赛 她还拿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名次 后来就一直搭档着 立真 你知道为什么 她那么快的速度 就敢超过你了吗 目的不纯吧 爱情的力量 对对对 其实我当时呢想着说 我们一块可以有时间 这样多比赛啊 多练练球 对吧 然后这个篮球投的也多了 人也更投缘了 相处的可能就会越来越好 你们就懂得这个意思 我们俩也算是因为篮球机 走到一起的 哦